大家好,家里装修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咱们家的走廊宽度又比较宽 入户门的鞋棍还需要占用走廊的空间 这个时候我们的鞋棍就不能坐到顶 坐到顶以后会影响上面的走廊造型 这样看起来就不完美 坐鞋棍时鞋棍的高度和门口差不多高就可以 安排好空间,设置好空格,可以放很多东西 必要的情况加上一个感应灯光 晚上回到家以后光线比较暗 有了灯光的补助,也不会让你黑的害怕 鞋棍的团板套格一定要做成可调的 可高可低,方便调整 把挂一去的地方设置个小卡座 坐着换鞋穿鞋,更方便一些 五一假期将至,祝老铁妹,节日快乐